贫富差距大本身它不是个问题 你看那个美国甚至有贫富差距到几万倍的 那个比尔盖茨跟普通的老百姓的差距 那差距那是几万倍 然后从天上到地下 如果贫富差距会构成的最大的困扰 或者说在发展国家构成最大困扰 是会形成一个特权阶层 因为发达国家至少几百年的印度 它可以保障即使你一个人再穷 但是你所得到的政治权利 跟富人之间是平等的 而且在那个国家里面 富人也不敢歧视穷人 你要是犯罪了 比如说我们之前看到一些中国的富人 跑到美国去留学 然后去欺负别的穷学生 结果发现美国严苛的华丽 就在等待着这些富人 然后他们父母又有很多钱 然后就按照中国做法去行贿法官 结果他们的父母也进去了 在美国被关起来 因为美国你要是送钱给法官 你就是干扰施法 贫富差距在现代化 完全现代化的国家里面 它不够成问题 因为富人没有更多特权子 我想未来要解决问题是 法治人人平等 假如法治保证了所有的人 贫穷的人跟富人之间的政治权利是平等的 那么贫富差距再大也没有关系 其实像外国的 比如河南 虽然有很多贫困人口 但是国家让富人去兜底 给富人征税 征重税 然后构成一个福利社会 然后由富人来养 给穷人提供了一个宽广的福利平台 你要是在华达国家里面 失业一两年 富人都是养着你的 就是这么个情况 那么中国未来也会走那样的道路 穷人再多不怕 最大的问题是国家有没有能力向富人征税 而且另外问题是富人阶层 愿不愿意遵循一个 就是法治平等的基础上 愿意把自己身上的鸡毛给拔下来 我们中国富人之所以不愿意拔鸡毛 是因为我们国家一直不能保证 富人可以得到一个安全 在我们这国家里面的资本就是电板上的一条鱼子 只要权力随时想要干掉你富人 想要收拾你这富人 那都是分分钟的 不跟你讲什么华力 也讲什么自私 你看那个新闻里面 那么就福建有一个很大的厂 然后也很赚钱的 然后因为被竞争对手看了眼红 然后竞争对手就制造一场闹剧 然后把老板抓去关了一百多天 结果这个公司没有老板之后 就很快就倒闭了 然后这个公司就几个亿就这么没了 你能说这个事情是什么样一个事情呢 假如说其实在我们中国 不是穷人没有保障 就是富人他本身也没有安全保障 然后你看看我们的国家 大多数的富人他们都想着 跟我们老百姓经常看到的新闻一样 都想着去移民去别的国家 为什么呢 国家提供不了 我们的国家不但没法给穷人提供安全 也没有办法给富人提供政治权利上的安全 不是说每个富人老老实实的合法经商 就会得到好的待遇 国家潜力就不会吞死你 没有这回事 我们国家还是在努力地走向一个真正的现代化 在这个过程中 在这个发展进程中 它还是会依赖以前的人质的惯性 没有完全地按照法治来运作 那么在这个时间段里面 富人实际上是不像你们觉得有那么多的安全感的 假如富人没有安全感的话 无痕产者无痕心 他也不愿意为社会做更大的贡献 你要让这个富人拿出更多的钱 去帮助穷人的前提就是 国家的司法机构 国家潜力不要随随便便地拿富人开刀 我们这个国家发展历史 大家都是熟能详的 基本上是随时随地 只要稍微有一点风吹草动 有一点大吉不妙 随随便便就拿商人来开刀的 比如说七年的古灾 也有好几个商人就这样子被献祭了 很正常的一个事情 更久远的之前的历史 我们就不用一起讨论 在我们这个国家 你用自己的力量赚钱是不受到尊敬的 所有的人都觉得你富人的钱来路不明 不管你再怎么努力的去挣钱 人家第一个前提就是认为你官商勾结 实际上你可能没勾结 但是大家总是觉得 你富得不明不白 为什么我这么努力还这么穷 但是你们就能够一夜之间白手起家了 因为人能赚了钱了 你的暖淫肯定是有鬼的 你们肯定是官商勾结 肯定是靠欺负我们这些小老百姓赚的钱 实际上这里面适合不适已经不重要了 问题是这样子 人人自危 穷人也感到困惑 然后富人也没有安全感 实际上像我们中国目前物价水平 就应该一万块以上才征税 我不知道工资三千多块钱 五千多块钱征税有什么意义 你要是一夜收入一万 你可以去征税 他们三千征税五千征税 到底是脑子是那些制定税法 人是不是脑袋有洞 难以理解 五千块钱征税 实际上真的税并没有几毛钱 然后且结厌一天下 让天下人伤心失望 实际上这个政策就是以穷人为难 个人所得税在我们这个国家的税收比例是很低的 因为我们现在中国的税收来源 主要是这种各种工业大公司里面征税是最猛的 你不老老实实的征这些大公司的税 老老实实的征这些高管的税 跟一万块工资以下的老百姓补充那些税 你到底搞屁哦 实际上这些人挣起来税是很少的 这个三千五百块钱 他们跟目前的物价水平 那他们三千五百块钱能养活自己 有时候都是一个很怀疑的一个事情 以后还想听我直播人就关注我的房间 现在是五千六百八十五人 征税其实有一个极大的征税成本 大家总是以为免预纹钱实打实的都到中央 实际上没有 我们的税收制度里面还有一个分税制 国税跟地税是分开的 国税承担的义务跟地税承担的义务是不大一样的 然后这些巨大的分帐的过程中 每年你该交国税多少钱 然后中间会产生很多的落差 然后该交地税多少钱 然后这些税款 还有税款是要留到公共领域去的 这些税款假如要建立做大桥 然后你要找报工头 报工头又再转报给别人 然后这些钱 一旦钱收到上面去 然后我们经济学里面都讲到一个常识 税收上去的成本非常高昂 然后再转化为地方的投入的话 基础设施的投入的话 也是一种消耗成本特别高的一个过程 这是一个非常糟糕的一个困境 基本上这个问题不仅仅是中国产生的 只不过可能外国可能做的比较好一点 比较现代化一点 然后减少一些损耗 我以前看过一个统计 可能是美国的 很可怕 他们的国家20% 就是税收 假如说税收是100块钱的话 他们可能有30多块钱了 是几乎凭空消失掉了 就是在各种层层的转包 各种成本里面不见了 也就是国家收了100块钱上来 然后实际上在这个过程中 就只剩下70块钱 是最终的生意价值 但我相信我们国家 就我们目前的这种水平 收100块钱上来 可能最终返回去了 实际上国家得到的 也就是50块钱 中间是流到各个环节的 并不是说这些环节是错误的 因为你去征税 你肯定要设立很多的税收机构 肯定要派很多的税务专研 你再把钱花到地方政府的过程 它在流通的过程中 它在建设一个项目的过程中 它也会不断的打折扣 那么在这个折扣过程中 我们可能中国可能100块钱 可能最终只剩下50块钱 美国即使那样花大国家 也可能只剩下70块钱 这是一个一直到目前为止 还没有解决的一个征税的困难 我个人也觉得 因为我们中国历史来讲 这个短期也没话解决的 好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